张胡岳教授您好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我们今日华尔街的节目现场 那么张教授是香港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的主任副教授 同时他是北京大学的法学学士和芝加哥大学的法学博士 但是对于我们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讲 最有趣的一点可能就是张教授不但是中国法律专家 同时也是在反垄断执法方面有很多著作 所以现在有关于中国的反垄断 特别是阿里巴巴的命运已经成为我们观众朋友们十分关注的一个话 今天很有幸请教张教授给我们带来一些见解 张教授您好 您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你们这个节目做客 好那我们也知道张教授在刚刚过去的三月是由牛津大学出版了一本著作 叫做中国反垄断例外主义 我们叫做Chinese Antitrust Exceptionalism 就是张教授背后的这一张海报上所展示的这一本书 那么在这本书中张教授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到底是如何重塑全球反垄断监管 中国和西方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我们先首先请张教授帮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科技方面反垄断的历史 我们似乎是有这样一个印象 就是中国的科技公司在成长的过程中 几乎是没有受到什么样的监管允许他们自由发展 但是最近似乎监管的动向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么请教张教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了监管机构改变了之前这种相对宽松的做法呢 首先我想澄清一点 其实也不是首先我不能说这些科技企业是完全没有受到监管的 但是呢而且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因为这些科技企业他们的产品是创新产品 所以呢监管的之后呢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因为确实很多产品的创新不一定是现有的法律涵盖到 然后呢也不是很清楚应该是由哪个监管者去管理这个产品 所以呢就是这个监管之后的问题其实不仅是在中国有在其他地方的也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呢在中国呢特有的这个政治经济环境之下呢监管之后呢可能相对来说可能更加的严峻 是因为有很多我们的监管的机构呢他在执法的过程之中他有很多的限制 我们待会可以进一步的探讨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个限制呢有可能是来自于政策上的限制 有可能是来自于部门利益上的限制 然后这些限制呢可能呢会导致就说这个这个监管之后的这个进一步的加剧 那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最近可以看到好像风向大转 然后突然之间政策上就是完全的收紧我们进入一个强监管的这个时代 我想这个其实应该算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下来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纠正 所以呢虽然呢很多人就说这个事情他们就把它政治化了 包括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的调整是跟我们观察到的10月份 马云在上海的这个演讲 然后之后然后还有那个蚂蚁的这个上市教廷 我们可以看到就跟这些事件很紧密的关联 所以呢整个的事件被政治化了 但是就是说我不排除就是说这个蚂蚁的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 但是呢归根究底还是这个监管的这个问题 我们确实有很多监管的问题 你比如说这个这个P2P lending就是这个网贷的这个问题 是吧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中国是完全处于这个监管的真空状态 那么后来就导致后面我们出现了什么易烛宝啊 这些这些丑闻 然后这些事情也惊动了高层 然后呢随之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啊 就整个的这个监管的大调整 就现在你基本上就看不到P2P的公司了 在中国是吧 所以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监管的这个趋势是一直在调整的 只是中国呢可能你看到这个调整的这个步伐非常的快 所以呢给人的这个印象呢 就是容易给人的这个政治化的这个印象 嗯了解了解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有关于马云这个事件到底是不是被政治化了 其实有关于这一点也有很多的讨论 那么我们知道之前这个中国政府在本月呢 又是加大了对于马云公司的压力 先是对阿里处以了182亿人民币的罚款 然后呢又对蚂蚁金服提出了整改方案 之后呢监管又召集了34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包括腾讯 包括字节跳动 要求他们充分发挥阿里案的警示作用 完成自查等等等等 那现在我们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一次监管到底是冲谁而去的 阿里现在受到命运这样的转折或者是挑战 到底是马云自身的问题 还是这是对于整个科技界更广泛的某一种趋势呢 不知道这一点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就叫做杀鸡儆猴嘛 我想就说现在你看到的对阿里相对比较严格的一个惩罚 其实是想给整个的科技的这个行业一个警醒 就是说以后你们进行反垄断的法的行为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就受到比较宽松的这个处罚了 我们可能会用反垄断进行非常严厉的处罚 其实另外一方面啊 虽然阿里被罚了一百多一百八十多亿人民币啊 看起来是很严峻的一个惩罚 其实我觉得监管者还是留有余地的 因为其实监管者可以罚到他就说百分之十的他的这个营业额嘛 对吧 他也可以没收罚款 这些都没有做的 对只罚了他百分之四的这个2019年度的营业额 所以我觉得监管者也不是说想把这些企业一棒子打死的 包括您说到的这个34家科技企业 在本月就是都纷纷的向时间局递交了这个承诺书 我觉得其实对这些科创企业来说 他们应该这个事情 他们可能会感觉到放松一些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承诺书呢 在我的这个理解里面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承诺了 你合规了 那可能监管者就不会再回头 怎么再去追究你啊 那当然如果你不合规的话呢 那你之前做的这个事情 他会回头追究你 那其实相对来说 就等于是给了这些这些其他的这科技企业 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去去改进 而且有可能会免于惩罚 当然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下一步的情况是怎么样 但是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其实政府做的这些决定 他有很多的考量嘛 他不仅要考虑这个政策 就法律上政策制定的问题 而且还有就经济上对这些企业的影响嘛 所以对那至于就是说对马这个事情是不是针对马马云本人或者是马云他背后的这个商业帝国 所以我没有任何的就是说这个内幕消息了 所以但是我监果我观察到的就是说确实实实对吧 马云确实是有一些监管的问题 而且这个监管的这个跟监管者的这个矛盾的是一直是是存在的 那就是说这什么时候爆发出来 这个是另外一个可以商讨的这个事情 对吧 但是就是说我们从法律的职业者的的观察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就是说他现在是一个纠正的一个过程吧 明白明白 那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这一点 就是中国的这个监管的机制的布局其实和西方有一些区别 那在您的这一本书中啊 您也介绍到就是与西方的民主国家不同 在西方呢 我们认为反垄断主要是纠正市场失灵的某一种工具 但是在中国这个环境下 您在书中写到它是一种多功能的监管工具 来作为这样的一种部署 那么能不能请您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和西方在反垄断执法 以及那整个反垄断操作方面到底有哪一些的不同呢 那在中国呢 其实法律呢 一直是最被作为一个比较多元化的一个工具 来实现政策管理的这个目标 那虽然反垄断法是主要适用于就是 反垄断对吧 但是你如果看中国法垄断法的第一条 其实它的这个目标就已经非常多元化了 它要制止竞争行为 反垄断行为 然后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对吧 这就跟西方比较像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对吧 这个就是强调的经济效率 不是说只是针对消费者 然后还有他也提到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但也同时提到了社会公共利益 还要促进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所以他其实是非常广的一个法律 你从他的宗旨就可以看出来 他其实跟西方 比如说美国比较强调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比如说欧洲比较强调保护这个市场的这个 竞争秩序 就不一样了 对吧 中国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面 就比西方要广 所以就像我书里面 就是Chinese Anti-Trust Exceptionalism 里面写到就是说 我们的反垄断执法 其实跟国外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我们那个执法的过程 基本上是被行政化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执法机关 在执法的过程之中 是很少受到司法的监督的 你比如说阿里巴巴不是被罚了182亿吗 然后阿里巴巴也没有上诉 那其实阿里巴巴并不是一个例外 它是过去你看这些所有的像高通啊 像利乐呀 这些大的案件 也没有任何一个案件是被告到法院去 那你如果看到欧盟对吧 欧盟谷歌被罚了 被欧盟罚了三次 那这三个案件 谷歌现在都在欧盟的法院去起诉这个案件 对吧 那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度的这个设置呢 就是说虽然是允许企业去上诉 但企业并不去选择去上诉 那这样子的整个的这个执法的过程就被行政化了 虽然呢是行政化了 并不是说行政机关的他能够就想做什么做什么 他其实也是受到很多制约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因为你法委乱法局毕竟是一个局 它是处身于一个大的这个 就是一个部委里面 像我们的市场监督总局 它是我们的法委乱法局是处于市场监督总局里头 那它是要需要就是说 咨询到他们的这个部委的很多政策性的呀 程序性的一些要求 对吧 而且呢 这个呢 也会影响到他怎么去执法 我的这本书里面呢 就讲到过去 中国的法律断法的执法 是有三个法律断法的机关 有工商局 有发改委 有商务部 那你可以看到这三个执法的机关 那执法的时候 他们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着重点也是不一样的 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们部委本身的一些文化呀 受到他们的结构啊 受到他们的这些职能啊 来来决定的 那包括现在市场监督总局 他现在先头去进行这个法律断法的执法 那他也有他的特色 你比如说 您刚才提到的34个企业 他们做了这个承诺书嘛 然后其实在阿里被罚的时候 可能明眼留意到他市场总局也出了一个叫行政指导书 对吧 然后这个行政指导书里面呢 其实是要求阿里做了16个 就是说合规的这个要求 然后这些合规的要求 其实不仅是执弄断法 是方方面面的关于市场监督的其他的这个这个平台需要履行的这些责任 而且呢你可以看你可以对应到这些其实都是市场监督总局对于平台的其他的这些管辖 也就可以看出来这个这个反垄断的这个这个行动对于这个部位来说 不仅是为了实现反垄断法的功能 还是一个契机去推动其他职能的实现 对吧 然后包括你看这些34个科技企业 他们的这个承诺书里面也是非常广的 他像京东 比如说你看京东的这承诺书 他不仅提到了反垄断法 他还提到了什么啊 反不智能智能法呀 电子商务法呀 广告法呀 还有什么价格法呀 什么这些都是市场监督总局的这些其他的这些监督的这个范畴嘛 所以等于是就说他一篮子的就是等于是要遵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监督总局的这个监督了 了解了解 那正像您刚才所说 那么中国这个反垄断执法似乎目的比我们看到的西方的执法要更丰富 外延更更加的宽阔 那我记得您在书中最后一章中还特别提到 其实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反垄断的执法有的时候甚至可以影响贸易政策 甚至被用作某一种经济武器 那这一点到底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请您详细为我们介绍并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呢 对这是其实在我书中的第五章里面有有阐述到就是反垄断法呢 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他有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权 那什么是长臂管辖权呢 就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一个美国的公司和一个欧洲的公司他们要进行合并 那这个合并呢 其实你表面上看来是跟中国的市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呢 中他的这个合并呢 很有可能是需要得到中国的这个反垄断法机构的批准 那理由是因为 只要这两个公司向中国销售他的产品 那他就如果他销售达到一定的程度以上的话 那他有可能就会对中国的市场产生影响 那只要就是有这个影响 那中国的反垄断法机构就有这个权利去干预这个这个这个并购 所以呢 这就赋予了这个中国政府这个预外广辖权 那这个预外广辖权呢 现在呢 是在整个的这个中美的科技啊 还有这个中美的关系里面其实是越显重要 因为啊 如果您回头看 像啊2018年 像出现的一系列的中国的科技企业受到美国的制裁 像华为像啊 这个啊 中兴然后像包括孟晚舟的这些世界 其实都是美国在使用长臂管管辖权去啊制约中国的企业 还有包括中国的高管 对吧 所以呢 就说中国政府现在是越来越注视长臂管辖权啊的作为一个反制工具 然后怎么样可以去反制美国对我们的企业对我们的这个企业的高管 进行的这些制约所以呢 反制断的很自然的是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武器 嗯 其实有呃最比较啊 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当时高通要收购荷兰的这个呃 恩智浦半导体的时候就NXP的时候那个案件其实当时啊这个并购呢 当时呢这个呃两家公司是呃同时向九个呃管辖国家的申报 然后呢有八个都批准了 然后中国呢就一直都直视的没有批准 那就外加外界有很多彩测 当然有一些媒体的报道 就是说中国呢就是用这个啊 用这个这个批准呢 作为一个呃当时跟美国呃贸易谈判的一个筹码 所以就说你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反断法呢 他这个域外的这个管辖权的这个运用可以将来会成为中国政府 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府呃作为反制美国的这个制裁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武器 了解了解那非常有意思 那今天采访最后我们还是回到国内的问题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哎 马云的事情是到此结束了 是阿里交一笔罚款之后 马云就可以报平安了 还是整件事情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样的发展 所以这里我们要请张教授为我们做一些他的预测 到底马云的这个传奇故事怎么样的收场 未来对于阿里和蚂蚁的监管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结束 这是第一点 另外呢就是如果现在你是在中国的一个科技巨头 恐怕会觉得有一点紧张 反垄断是不是要查到自己的头上 那么最近过去的反垄断这样的一系列突发事件 对于中国的科技巨头未来经营的主要启示又是什么呢 先说蚂蚁和马云的整个商业帝国吧 我想对阿里巴巴来说应该是算是告一段落了 因为那个罚款也就是惩罚书也下来了 对吧 然后这个公司需要在这个月的月底向市场监督总局提高提交一个就是合规的报告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行政指导书 而且在未来的三年每年要给他提供提交一个这样的合规的报告 对吧 也就是说其实你可以说这个事情也没有完全了 因为等于是过未来的三年 他会受到市场监督总局非常就是一个很细致的一个的监管了 他们还会继续看他有没有各方面的合规的这个操作 但是我想就是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一个非常成熟的企业 他应该会有很好的律师帮他实现这个这些合规的这个要求的 所以这个我并不是我担心阿里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想阿里的事情可以说是告一段落 然后呢 蚂蚁的事情呢 我现在呢还没有完全的确定他的整个重改是怎么样 但是可以很明确的到我们现在也都大家都知道 就是蚂蚁是要将要被作为一个金融机构去被监管 对吧 但其实这个事情也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任何的惊讶 其实你看过去这几年 整个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些 这些草案的规则呀 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些资深的领导人的这些演讲 你都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其实像蚂蚁这样的公司迟早都会受到非常严格的这个金融的监管 对吧 所以呢 我想就是说蚂蚁会进入一个就是说监管比较 属于一个非常严监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至于最后 比如说这个调整的方案里面有提出来要要破除这个支付宝和其他的这个蚂蚁的金融产品之间的不恰当的联系 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其实是蛮重要的 对吧 因为我们也知道支付宝对于蚂蚁集团来说是非常核心的一个功能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他们很难发展其他的这个金融的服务 如果要真正的把他们两个完全分开的话 对吧 或者是不知道他怎么切除这个联系了 那可能我觉得这个将会是影响蚂蚁以后上市市值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那至于其他的科技企业 我想就是说整个事件还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杀鸡井猴的这个事情 就是说还是想是给其他的科技企业一个警醒 因为我觉得从政府的角度来说 他并不是希望他的这个监管会成为以后企业的一个包袱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政府的原意 我觉得政府还是希望是能够鼓励创新的 而不是成为创新的一个包袱 但是当然政府他怎么样可以很好的权衡这两点 其实是很难的 对吧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包括整个的政策上的一个很快速的这个转变 也确实是给市场很多的就也很大的一个冲击 对吧 而且对于国外的投资者要投资中国的这科技企业 他可能也会有一些疑虑 所以就是说以后政府究竟要释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一方面你还要鼓励创新 另外一方面呢 你也要加强监管 怎么样能够很好的平衡 这两点 我觉得我们需要拭目以待 好 那很感谢张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见解 我们也会在节目下方的这个内容简介中附上您这本新书的链接 有兴趣了解更多中国监管深入内容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去看一看 好 那很谢谢张教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以后有机会再与您再见